有家店老板负债100万 尽量卖一道花2万块 学回来的麻辣牛肉干成功翻身 主要因为其做法跟味道都太绝 顾客吃了过后都说香 那么今天教会大家这款麻辣牛肉干的配方跟制作 餐串小天地每天献一季二道 我们真的是看一次过 这场开店当老板的鸡汤总部 制作这款麻辣牛肉干 首先第一步准备新鲜牛肉两斤 然后将牛肉改刀成小段 再将牛肉顺着纹路改刀成两刀三公分厚的小块 继续顺着纹路改刀成手指出的长条 这样才能跟上牛肉干制作出来更有嚼劲 而且不容易断 切好锅后进行调味腌制 加入美金牛肉盐12克 还有牛肉的绝配香果粉3克 香果粉能够起到真香以及去除腥膳味的作用 加入高度白酒10克 再加入姜片 洋葱丝 香芹 小葱 再用力抓匀使其充分的入味 抓匀后封上保鲜膜密封 再放入冰箱冷藏腌制一个晚上使其彻底入味 腌制好了过后打开保鲜膜 然后将牛肉凉水下锅 大火烧开过后打去浮沫 然后改中火将牛肉继续煮至半个小时 煮好过后将牛肉放入温水当中 这清洗掉附着在上面的浮沫跟残渣 清洗干净过后控干水分备用 然后在锅里面加入宽油 油温适成热加入控干水分的牛肉 然后转中小火炸出牛肉里面多余的水分 只有充分炸出牛肉里面多余的水分 吃起来才会更加有嚼劲而且更香 用小火将牛肉炸至发干 并且表皮开始微微变色变焦 过后将牛肉出锅 切会将牛肉炸糊否则会产生苦味 牛肉处理好过后下面来准备一个辣椒香油 准备八角五克 桂皮三克 香叶一克 小茴香三克 去脂的炒果一克 白扣两克 拍破的香果一克 青红花椒各五克 然后倒入没过香料来开水 盖上盖子密封醒发二十分钟 将其充分的组织发展 煮好过后捞出用刀或者机器将辣椒切细 切好过后十八辣椒制作完成 下面再准备红油豆瓣酱100克 同样用刀切细使其充分的抽香 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使用成年豆瓣酱这样香味更好 下一步在锅里面倒入菜只有两斤 然后再倒入提前准备好的葱姜 香菜 芹菜 以及洋葱丝 再用小火炸出料头的香味 让油吸收香味从而起到一个去腥蒸香的作用 将料头炸至青黄焦香过后过滤掉残渣 过滤掉残渣过后再加入提前准备好的香料 然后用小火炸出香料的香味 炸出香味过后下入水分较重的豆瓣酱 继续用小火炸出豆瓣酱的香味并色泽 豆瓣酱的水分较重 所以要不停地搅拌锅底防止粘锅糊底 炸出豆瓣酱的香味跟色泽 并且表皮开始微微脱水收缩的时候 下入提前准备好的齿巴辣椒 同样用小火慢炸 充分炸出香味跟色泽 让香味色泽跟油高度融合 充分炸出香味跟色泽 并且辣椒呈深红色的时候 说明辣椒的香味跟色泽得到彻底的释放 再加入干二转条辣椒粉15克 继续用小火炸出辣椒粉的香味 炸出香味过后 关火来上五颗的高度白酒 彻底的释放激发出所有的香味 等白酒的水分彻底挥发过后出锅 然后盖上盖子 蒙至油凉 将所有的香味蒙到油里面去 这个时候我们将炸好的牛肉干放入碗中 冷却过后的牛肉干色泽更加的漂亮 接下来准备一碗蜜肉 过滤出冷却下来的香油 让富含各种香味的辣椒油浸到牛肉干里面 浸泡一天以上 让牛肉干彻底的入香 里里外外香个透 而且有了油的轻润还能改善牛肉干的口感 让其更加的温润 盖上盖子 那么剩余的事情交给时间来完成 下面再来赠送一个价值五毛钱的撒料五香粉配方 准备八角二十克 桂皮十克 宫丁香四克 三奈八克 小微香五克 香叶三克 橙皮十克 然后将所有香料放入铁锅当中 开小火将香料炒至干脆香 干拌一类的香料粉 将香料炒至焦香过后 能够很好的激发出香味 炒至焦香过后放入机器当中打粉 打完粉过后 我们的密制五香粉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调配干拌撒料 准备二斤条辣椒粉二十克 打好的五香粉三克 孜然粉三克 花椒粉五克 味精五克 白砂糖三克 炒熟的白芝麻四克 再将所有调味料拌匀 拌匀过后 我们的干香调味粉制作完成 再打开浸泡 一天的牛肉干 再将牛肉干捞出控油 剩下的香油可以继续使用 捞出牛肉干过后撒上干拌调味料 再将调味料拌匀 有了香油的清润 调味料能够更好的附着在牛肉干上面 拌匀过后装盘我们这道麻辣牛肉干制作完成 成品的麻辣干色泽诱人并且香气失忆 这款麻辣牛肉干在全网能够排名低级的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那么这个时候各位观众也觉得我们分享的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用呢 可以来上一颗免费的点赞跟关注 将我比较感激跟感动 牛肉干的鲜香味闻一口就让你口水直流 撕开更是湿湿分明 一入口就是麻辣鲜香强烈的刺激着口腔的味蕾 然后越嚼隐藏的牛肉圆香会越浓 再配上一碗神秘液体 我相信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这个味道用一个字形容绝